歡迎收看老王不止三分鐘 哎呀好久不見的這個戰袍又再度出現了 先跟各位預告 我很快又會有新的戰袍 我所謂的戰袍 就是不是不是藍色不是黑色不是白色這種 那種鎧甲是不是 不是鎧甲 如果是女生的戰袍 女生的戰袍就是性感睡衣 或者是有些人會說我今天穿戰袍要出門約會 那種露涮胸露到這裡來的 那種開胸開到這裡來的 你整個不要穿 藍色的戰袍 不是我如果西裝戰袍就像這種的 就不是普通西裝 看起來非常不一樣的 為什麼今天要戰袍 因為也許下禮拜台股會有關鍵轉折 對不對 我們兩個禮拜沒有買新股票了 沒錯 也許下禮拜會員們聽著 也許我們就要準備進場了對不對 沒錯 所以戰袍先穿出來 戰袍穿出來 不代表一定要用 但是該用的時候 我就會用下去 好 你穿戰袍的時候 不見得一定要用 對 對 你說你穿戰袍出門約會 你馬上就要用嗎 不見得嘛 看感覺嘛 對 感覺不好 看廢要領 為什麼要給你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啦 開玩笑 我是說這個 戰袍貝爾 我說戰袍 我是說戰袍貝爾不用 沒錯 不是說什麼東西要給人家用 欸你們 你們真的很 你們真的很over 今天小編都還沒笑 你們就在笑成那樣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要正確的思想 好不好 沒錯 我先跟大家預告 我有訂了幾套 新的 衣服 新的西裝 新的戰袍 而且有幾件是戰袍型的 就是 穿出去這種 量型的 整個眼光的膠臉都還要 因為我們要 我們畢竟是 那個 上過表特的男人 我們這個 要更穿出我們的 品味來 好 那前面跟大家廢話那麼久 重點 今天的這個 美股 晚上很關鍵 台股下禮拜更關鍵 那到底要怎麼看呢 開始今天的直播啦 好董哥 道瓊昨天早盤一度大跌快400點 尾盤又拉上來 美股好像都常常打第四節 對啊 美股常常打第四節 所以我是一直告訴各位觀眾 怎樣 以前睡覺面對不對 沒錯 以前睡覺面 因為你昨天早上早盤 你看到道瓊跌400點 結果收盤跌多少 抽盤漲199點 來回600點 對不對 對 常跟你們講的嘛 所以每次我們在這個 直播的聊天室 大家都很緊張 要不然就大家都很爽 啊 現在老王現在美股在大漲啊 結果一洗床 靠怎麼美股變大跌 對 那也常常美股在大跌喔 那我都跟他們講說 哎呦你就等第四節 各位觀眾 你常在直播了 我們這樣跟你講 後來是不是醒過來都不一樣 對 昨天又是一個標準的例子 又打第四節了 那美股要怎麼看 我先跟大家講喔 這一張圖 大家有沒有印象 一個禮拜之前 3月18號 一個禮拜之前 我們怎麼跟大家講的 我們就說啊 如果這一波突破區間之後 就守住五日均線嘛 五日均線 開始跌破之後 就會轉弱要修正喔 我是不是這樣講的 那我就說啦 那要怎麼找支撐 支撐很簡單 我就把這張圖畫了出來 這張圖的日期是3月18號直播喔 這裡我就不播VCR了 因為我們這裡剛好有圖 直接看圖就好 當時的圖喔 我就告訴大家 均線理論啊 最簡單的用法就是怎樣 短的支撐 短的均線跌破 就會找長的均線 長的均線跌破 再去找更長的均線嘛 就一條去往下面找一條嘛 所以五日均線跌破 我當時告訴大家 他就會來找十日 十日再跌破 就會找月均線 我是不是這樣跟大家講的 就是往下一條找一條嘛 對不對 這是現在的美股道琼 請問他有沒有在跌破五日均線的時候 來找十日 有 十日跌破的時候再去找月均線 我還沒印證嘛 這很難嗎 這很神嗎 沒有完全不神 也沒有很難 這叫做均線理論最簡單的道理 五日破了找十日 十日破了找月均線 那月均線 如果這邊再破咧 找哪一條線 寄均線 寄均線 這邊也沒畫出來 但是可以自己畫 就六十日嘛 越早越長嘛 這樣你懂我的意思嗎 對 好 那這個地方 昨天開低走高 拉上來之後 5多了沒有 我先跟大家講 這一天 這一天紅K棒是不是打到十日均線 他有沒有反彈 有嗎 有 你把後面遮起來嗎 你有沒有感覺他要衝過去 後來就摔下來對不對 所以不要看單一K棒 再講一次 你是老王的粉絲的 你是鐵粉的 你每一集都看的 你聽我講這句話聽到爛掉了 不要看單一K棒 所以忽略他 我忽略他 你可以說短線運線暫時有支撐 所以打起來 反彈起來 這很正常 可是他怎樣才能 短線止跌開始翻多呢 一樣嘛 五律跟十日給他站上去 五律跟十日給他站上去 我就會認為短期要翻多 要來挑戰這個什麼 前高 也就是歷史新高 如果歷史新高可以再突破 那我跟你講 道琼就容易再走出一波的上漲 這樣你懂這個步驟嗎 第一個步驟怎麼翻多 先不要看昨天了 先看短線怎麼翻多 今天晚上重要責任 或下禮拜重要關鍵 就是把五律師都給他站上去 站上去還不是一定要噴出 只是站上去代表他短線止跌翻多 要有機會就來挑戰這個前高壓力 那一個最後的確認 要噴出去 就把這個前高壓力給過了 就萬里 怎樣 無云 這樣清楚嗎 這樣的一個形態 我們在之前的台股 在某一個指數上面有看到 大家有印象嗎 在兩個禮拜前的貴買市場 還有沒有印象 貴買市場是不是跌到域均線 後來我一直提醒大家 我說你一定要等到他站回短期均線 十日跟五日對不對 後來是不是一根長紅站上去了 我是說翻多了 然後就帶著我的會員做多 我是告訴大家可以做多買股票了 後來是一路往上衝 是不是 你還有沒有印象 所以這個形態是一模一樣的 你請你等到他 我看今天晚上或下禮拜就很關鍵了 就能不能站上五日均線或十日均線 這兩條一起站上去 就是短線一個翻多的一個關鍵 你看這邊 跌破五日均線都從來沒站上對不對 這邊把十日均線跌破 他就一路跌嘛 你就等他什麼時候可以站回去 那就這個修正 暫時告一段落 有機會再來挑戰歷史新高 那來看一下NASDAQ的部分 NASDAQ就比較可憐了 如果你看均線 我們先看進去 請問我禮拜二怎麼跟大家講 我禮拜二告訴大家 這個長紅上來 這個紅K上來 但是沒有過長黑高點對不對 對 我怎麼這樣講 我一定有這樣講 你自己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一定有這樣講 我就步步VCR了 禮拜二的影片 我說差一點點還沒有站上去 那我也告訴大家 我也告訴大家 可是他已經站上五日十日二十日了 所以這個判斷會出現困難 那我們當時是不是加法 我的加法用意是要讓你知道說 這個地方我們就不看均線了對不對 我說我們改看什麼 曲線 所以這個紅K站上來所有均線 很多人會去做多它 很多人會去看多它 但是我跟你講是曲線對不對 我說你不要急喔 是曲線 對 他就還在曲線的中間 還沒有突破嗎 沒有 這個時候你會去做多它嗎 不會半山腰尷尬嘛 所以是不是你套用 你還記得我禮拜二講什麼 我在加法嗎 然後我還說均線被扒一扒去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要改看曲線對不對 對 請問這樣有沒有發揮效果 有 你就不會在這個地方又被騙進去做多嘛 你一騙進去之後又再崩下來 可以避免到這一次被發 對不對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做個小筆記喔 當你均線發現你被扒來扒去的時候 請改看什麼 曲線 很重要 好那曲線下來之後呢 前一晚喔 這根長黑就下來 跌破這個大量的低點嘛 我們當時有告訴大家 這個大量低點的重要性 等於區間往下表態 昨天一度又在破底嘛 在往上 你可以發現喔 那斯達克這波反彈到這裡 然後再下去 這個整個過程 再過去一個多禮拜來 都是在修正的過程嘛 這是偏弱修正的嘛 這當然跟他均線喔 始終站不回去 很明顯的突破均線有相關嘛 因為所有均線目前的情況是怎樣 往下在壓嘛 都具備壓力比較大 所以啊 接下來那斯達克 你說昨天開地走高是不是止跌了 關鍵怎麼看 你起碼你要先回來 大量區間低點嘛 對不對 這第一個要求 那你回來之後呢 你馬上又會面對到什麼 5日 10日 20日的三條壓力嘛 所以請注意喔 關鍵字 你關鍵兩個重點 你把它記起來 第一個站回大量低點 第二個呢 把所有均線站上去 站穩大量低點 又把所有均線站上去了 這個時候 就是納斯達克正式止跌要翻多 我往上去挑戰區間上緣的機會來臨 這樣清楚了 我想我講得很清楚 那兩個重點 你把它一起看 再來看一下 廢層半導體指數的部分 一根長黑 一根長黑 把所有均線灌破 但是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一下 長黑前面是不是有個前波低點 對 我們說前波低點通常具有什麼 支撐嘛 那他就必須要把這個前波低點給他跌破 才會確認什麼 確認一個四面楚歌的形態 那昨天呢 早盤一度跌破 但最後收盤 有沒有站上來 我們要跨起來 是有站上來的 所以 雖然是跌破四條均線 但這個時候容易被霸來搭去 因為他並沒有把前低跌破 我們說前低通常都有支撐嘛 反過來前高通常都有什麼 壓力 所以你看這邊也上不去嘛 所以目前的廢半其實就是用區間 也是一樣跟他斯達克 用區間來看會比較OK啦 他雖然 但是他十日均線 這邊所有均線跌破 我在這邊講說他不能跌破十日均線嘛 十日均線一跌破本來就是轉落 就是因為轉落才會去破底 有沒有 他跌破十日均線 這邊就跌破了 這一天其實就跌破了 這一天就把所有均線跌破了 隔天再跟 昨天早上再下去 所以他跌破了短期均線 因為我們禮拜二期大家看十日均線嘛 他跌破的時候的確是有連續轉落 但是這個大方向要出來 我們要避免被疤 你還是要以這個區間來做一個看待 他如果一直都反彈上不來這個區間 那當然就是弱勢的格局了 這個前滴跌破就是要注意 要非常注意喔 如果能夠鎖住前滴 你也不用高興太早 你請你等他把所有的均線怎樣突破 那才是一個止跌半多的訊號 那再看一下S&P500指數的部分 這一條線我相信大家看到爛了吧 小編你常看喔 沒錯 就這麼神奇喔 就這麼神奇喔 這樣我早就畫了 我不是現在才畫 我早就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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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省時間不用看VCR 昨天第一點是不是剛好打到 剛好就縮腳 對 我是不是早就畫好了 上次我還看到網友說 老王你這個趨勢線怎麼可以這樣畫 就是可以這樣畫 我教過了 因為他本來這邊是兩個高點 兩個高點畫成一條連線變什麼 下降壓力 但下降壓力突破之後 壓力會變什麼 支撐 所以他上去之後前高過不去 再下來 前方回檔失敗 再下來 就真的碰到這條支撐 對 就這麼神奇 這個不是馬歐炮吧 不是 這早就畫了 那我說他如果碰到這個支撐 他就在這個區間做震盪 對 所以下一步他要能夠大掌 要看哪一個位置 再把前面的高點給他怎樣 突破 把前面的高點突破 那就會再噴出一段 生氣吧 生氣 所以要不要認真學 一定要 跟著老王好好學 港股一跌破 董哥說的前波低點之後 就真的 Sayonana了 接下來怎麼觀察 Sayonana 當然今天有反彈起來 可能你要想 一破這個低點的時候 就長那怕死人 真的 就是我們常講 我常講到四個字 集體什麼 共識 大家都看前滴 前滴破怎樣 完了完了完了 前滴不熟了 崩下來 昨天的早盤又有這種重挫 昨天早盤還在崩 但是後來昨天拉腳 今天再反彈 所以你看這一段其實是 Sayonana Oh Sayonana Oh 我一直唱Sayonana有點膩 所以我們後面要加個 Oh 我們再一次好不好 Sayonana Oh Sayonana Oh 好 有人說希望我唱一整首原版 還有說想可不可以再唱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你剛才是斷音是不是 不要再唱 不要再唱 真的不要 傷害他們的 禮拜我要放假了 大家如果晚上聽了這段做夢 做噩夢 我有點對不起大家 好不好 這個 Sanana Sanana 我們就不用講了 Sanana就弱勢繼續整理了 就很簡單 你起碼先回來這個 這個低點已經不重要了 你現在有沒有再站回來這個低點完全不重要 因為低點已經被破了 對 新的低點已經產生就要這個低點 所以我們在技術分析的實戰上面 這個低點不重要了 應該改看這個低點 那你說那帆多怎麼辦 那帆多就是要看這個位置 你有沒有看到月均線 季運線 這邊一定還有五日跟十日均線 本來我們港股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告訴大家 是月季均線的怎樣 區間 區間你就等表態 對 結果到後來這一根不就是往下表態 這一根我們有告訴大家 他要看前滴 就連前滴都下去了 那就繼續往下了 那當然 跌勝會反彈 跌勝會反彈 要不要去搶 或說要不要這個底部就是最後的低點呢 按照老王長教的技術分析 絕對不要去預設什麼 低點 你等他翻多 你喜歡港股 你等他翻多再來看 這邊就是把這個地方 把這個地方 重新站回月季均線 我想這是最簡單的一個道理 那這個低點不重要 現在低點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下一次港股要再大跌 像這樣大跌 像這樣大跌的話 港股要再像這樣大跌 就是把這個前面這個低點給跌破了 這樣清楚嗎 好 董哥那入股其中的A50指數 碰到前滴後就反彈起來 還是一樣看前滴嗎 好 那我A50指數的部分 我記得我還特別提醒大家 對不對 我禮拜二提醒 我們說入股你要小心 因為他前面有個低點 我們還說港股也是 當時我們說港股也是 你要形成所謂的黃金右腳跟WD 這個低點不能破嗎 最完美的形態就是不能破 當然破了之後 打第二隻腳 你幾乎有沒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所以我就說你觀察這個月季均線嗎 只是最好最強的狀態是 不要破這個低點嗎 那所以你回過頭來看 我們當時講港股 路股也是一樣 你看路股的低點 是不是打到這個地方 馬上收腳嗎 我常講 如果你要假設這場股票 你要放空它 你不應該在相對的低點支撐去放空它嗎 你應該它長上來 長到壓力去去放空 你懂我意思嗎 那在這個地方你看 你在低點 這個有一句話我以前常講 四個字叫 窮扣墨追 都已經來到這個相對低點 它還守住 那今天不就一根長樓拉上來嗎 可是你說它翻多了嗎 也沒有 它暫時把前低守住 因為前低如果不守 就會像這樣下去了 所以先守住之後 那你要等它翻多 一樣 中國A50指數 講過很多次了 看什麼 五日、十日、二十日 這三條均線 能不能怎樣 一口氣突破 那就可以扭轉 成為什麼形態 三兩開態 到時候這個你注意 你喜歡相關中國A51的ETF的 相關跟它聯動的 你就可以多做留意 如果沒有呢 你就再觀察 再等等 好不好 那再來看一下上陣指數的部分 上陣指數這個前低也在這 完全沒碰到 所以它還既然沒碰到 既然昨天都還沒跌破 你就不能過度的去追空入股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可以不要做多攤 因為它還在弱勢的格局 但是你不應該追空在一個相對的支撐位置 對不對 因為它也沒跌破 今天就拉上來 今天就大漲上來了 有沒有 當然這是一個反彈 能不能翻多 還是回到我剛才講的 五日、十日、二十日 二十日 這三條短期均線 能不能一口氣突破 因為你發現從這邊過來 從這邊開始一個跳空跌破 所有的均線之後 它是進行一個很長期的修正 大概一整個月的修正 三月份整個路股都在修正 所以你要等它抬頭 揚眉吐氣 就是要突破這個什麼 五日、十日、二十日 出現一個三陽開胎的心態 它能不能出現第二支腳 比如說我們這是左腳 這是一個黃金右腳 然後未來往上去對 是算這個等幅測去 關鍵還是這裡 還是要突破三陽開胎 好董哥 台股今天一次封閉了兩個空方缺口 超厲害的 嗯 的確是蠻厲害的 台灣喔 你看我們的台灣加減指數 在這個位置喔 對 越境現金又站上去了 就在這個位置喔 你去看哪一國 我們剛才看的 看著那些國家 就剛才那幾個就好了 港股、陸股、美股 美股四大指數 一起攏大陸股 我們夠不夠強 超強 超強 世界泳 世界泳 我上次有講過 我在很久以前 我有講 前幾個禮拜的直播 我就講到世界泳 當時觀眾來說 哇 董哥 原來你是新龍牛的 我透露你的年紀了 世界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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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還有飛泳 還有泳狀 你有印象嗎 有 你有在看嗎 我還有飛泳的簽名 我還有飛泳的簽名 當時是世界泳 世界泳 真的叫我世界第一名 到今天為止還是 今天我有一個朋友很好笑 他就問我說 他就說 哇 老王啊 今天台股這根藏紅上來 是不是確立了台股是世界第一強的地位 你知道我怎麼回嗎 我就給他點點點點點 不用等確認 台股早就已經是世界第一泳 有需要今天藏紅確認嗎 他今天藏紅之前還在這 這個記憶卻在很遠的地方 很強啊 這個一定要給我們拍拍手 昨天我有一個朋友在講 這股強勢的力道 會不會延續到520 這個 總是要漂漂亮亮的 來個520嘛 對不對 到底有沒有機會 睡夢睡不要乒乓 對不對 一個月一個半月之後是 現在完全沒辦法做預期 好不好 我們只能且走且看 那且走且看今天的重點 最在於為什麼我要穿戰袍出來 就是因為他今天一口氣封閉兩個缺口 對 其實我很開心 我在這個直播強調 最近幾次都強調很多次 我是想做多多 沒錯 我是喜歡做多 然後我的五報 各位會員 我在五報是不是告訴你 我非常想做多對不對 對 整他充閉缺口 所以今天上來OK的 我們不會受傷 因為我們帶你去放空 沒有 我也沒叫各位觀眾去放空 對不對 因為台股就世界第一勇 你要怎麼放空 空個兩三天 哇 隔天今天被封閉 對不對 對 你整個來看 他也就很在這 很在這 很在這的問題是 有些股票可能已經轉落 已經砰砰砰砰砰砰 或者說創高之後收了長K 最近的股市的狀態 因為台股沒突破 貴買也沒突破 所以這陣子你在操作 如果你用追高一些突破的股票 你會比較辛苦 對不對 全創有達 突破之後雖然還有漲 但是是不是比較辛苦 長榮是碰到前高壓力就回檔 陽明是不是一突破之後也拉回 為什麼 因為追加力道不夠 他畢竟不是一個多方趨勢的表態 動不動 還是給你 禮拜二我們直播 我們禮拜二直播告訴大家什麼 我們說這個缺口突破失敗 蜂蜜失敗 最近的缺口突破蜂蜜失敗 我們禮拜二是不是這樣講 禮拜三不是馬上跳給你一根200多點 早上大跌200多點 還帶一個跳空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因為盤是很不確定 貴買市場也沒有辦法 在今天以前也沒辦法長紅突破前高 所以追加買盤力道不夠 但是你要注意 今天一口氣已經把兩個缺口封閉了 說真的大漲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我準備就可以 如果真的可以突破區間的話 我就來做多 但是我有個心情不太好 今天看到封閉缺口 我一個稍微的心情不太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我就沒有辦法唱缺口 哈哈哈 我本來想到今天如果還有缺口 對不對 我就繼續來唱缺口 有沒有封閉的歌 好像沒有封閉 那你要找一下 結果沒辦法唱 我就只有這個點 這個點啊 不太開心 其他我都很開心 而且呢 我本來就說你們強勢股可以抱著嘛 對 有些人手上可能都在一些強勢股三成以下持股嘛 都OK啦 所以大漲OK的 好不好 重點是今天大漲之後 怎麼看 還有最後一個缺口還沒封嗎 對 我們說這關鍵大魔王 你看這個缺口 當時我們說要封閉 弄了多久 真的 沒封閉 就沒封閉 然後就隨時來給你 昨天的台北股是來創下短期新低喔 你就指數來看昨天是創新低的喔 只是今天反彈嗎 接下來怎麼看 如果你要看均線 感覺不太好 因為均線這樣 正來正去嘛 對 在這個地方我也沒叫你看均線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看均線就被拔來拔去 這邊跳上去你不是做多 然後下來的話 你不是 然後這邊又放空你不是被拔來拔去 對 這個時候就絕對不要看均線 你看三條均線那麼模糊 這個時候該怎麼看呢 我們把前面的高點跟下面的低點做什麼 連線 這樣 各位觀眾 來 你看這個畫面 各位觀眾你看個三秒 一秒鐘 兩秒鐘 三秒鐘 再看這邊 再看三秒 三 二 你覺得哪個比較乾淨 區間的比較乾淨 哪個比較清楚 區間的 這個比較清楚 不是 這個 對 這個比較不清楚 對這個比較不清楚 這個比較清楚 對 這個比較不清楚 哪個比較清楚 區間的比較清楚 哈哈哈哈 這個比較清楚 啊 所以就懂了嗎 如果能夠把前波的高 這近期 近期幾個高點怎麼打都過不去喔 可以來跟長紅圖 或跳空 或跳空或長空 蹦 表態了 結束這一段的整理了 對 那你看這邊喔 指數都還破底 破底喔 但是問題是它是把前面 這個前兩天是把前面這個低點都鎖住 對 把禮拜一的低點鎖住嘛 那是不是 欸 這就是個區間嗎 這樣OK嗎 這樣就不會被巴來巴去了 有沒有學到美港 有 你看這一台沒有名牌 這台絕對不是名牌台 這一台也從來不會要求你一直加入會員 對不對 因為我們都一直反向告訴你 不要加入會員 因為加入會員會賠錢嘛 對不對 我們是保證賠錢班 以前 開車都說保證 考照班 保證賺錢班 我們是保證賠錢班 你想清楚再加入會員 所以這樣你懂了 把這個學竅記起來 好 如果能夠突破這裡 你注意看這個高點的位置 這邊高點的位置 是不是就可以把缺口給封閉了 那等同於 當他把區間突破之後 你就不用再考慮缺口了嗎 因為等同已經封閉了 這樣有沒有清楚 有 所以我說為什麼今天要穿戰跑 因為現在已經什麼 用四個字來解釋 叫做 瀕臨成下 瀕臨成下 這個區間一旦突破 等幅測距你會不會 還要幫我教 等幅測距就把上面區間的高點 跟區間的低點 這樣 這樣 這樣橫幅 這樣移起來 這把它刷過來 歷史性高 大概就有機會了 對 懂我的意思嗎 有沒有很清楚 好 那再看一下貴買市場的部分 跟大家手上 讓荷包比較有關係 是貴買市場 因為中小型股 為什麼最近的中小型股 很多強勢股很正 對不對 最近很正 動不動長黑 有沒有 前天幸運大廠 昨天幸運又更長黑 對不對 很正 那很正的原因 就在於貴買市場沒有突破 你看上去之後可以拉回 上去之後可以拉回 那我們講過了 你要看短期均線 五日均線 那十日均線 現在也很靠近下來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直接看十日均線就好了 像我在這個五報 五報也是跟我的會員講說 短期均線 五日均線在那邊震來震去 那短期均線 十日均線很快已經走上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貴買市場 就直接盯住五日跟十日兩條均線就好了 這兩條均線只要沒跌破 我們就可以容忍在前高區間 這樣前高的壓力給它怎樣 震盪滿了 這是我們這個禮拜二有講的事 那我的五報也都是這樣講 那今天你看到 海景開始漲上來了 那 那似乎已經開始突破前高了 長龍太也站上了 現在缺什麼 因為這個是前波高點 只要禮拜一能夠再把這個前高給它 功課 那基本上就是怎樣 就可以迎接一波突破後的行情 這樣有清楚嗎 這是為什麼我又在穿站跑出來 你聽得懂意思嗎 你說萬一禮拜一又過不去 那會怎樣 那就是在這邊在震 在震的時候就去看什麼 就一樣看短期均線嘛 那這時候看十日均線就好 那這時候看十日均線就好 因為它這一波橫盤就可能在這裡嘛 五日跌破之後馬上碰十日嘛 所以五日跟十日就是短期的支撐 這兩條均線只要不跌破 它我們都可以容許 就跟我禮拜二講的看法一樣 都可以容許它在這邊震 然後等待一個什麼 突破前高的破小黎明來到 所以這個貴買市場最重要注意 就不要出現一根長黑或跳空 那如果沒有出現長黑或跳空 突破這個高點 那當然我們原本說這個先觀察 我們說觀察先空手觀察嘛 對不對 就是不要再買新的股票嘛 然後留三成以下持股嘛 你看它也橫盤了一個多禮拜 那也許下禮拜 我們就可以開始進場再去找股票做多了 關鍵是在這個高點給它突破 這樣清楚嗎 好 那董哥 今天台股這麼強勢 應該就是金元代工雙雄反彈大漲的關係吧 好 今天台股這麼強漲了兩百多點 台積電當然鞠躬絕尾嘛 對不對 對 漲了多少 漲了2.6% 對不對 那貢獻多少點數啊 對不對 所以 我上次就講了啦 台股如果要漲 要大漲 台積電不肯不漲 因為它佔的權重太多了 那如果你偶爾拉一下鴻海 昨天拉一下聯發科 來做護盤 那沒有問題 但真正要往上衝 貢獻最大點數的還是誰 台積電 所以你還是要看台積電嘛 那台積電怎麼解 好 先看缺口的部分 這邊一個缺口 兩個三個 這四個缺口都沒被封閉嘛 從最早這個缺口 我們當初叫大家閃開了 VCI播過幾次了 就不再播了嘛 它都沒有封閉缺口 所以就看它這個缺口能不能封閉嘛 這最簡單的要求嘛 缺口不封閉就什麼免談嘛 那今天是不是有嘗試準備來封閉 但還沒封閉嘛 所以可以再觀察一下 再來 那如果把缺口封閉完了 就一路要噴出嗎 其實沒有 因為你回過頭來看 缺口位置在這個地方 是目前上面剛好有五日十日二十日 是不是三條均線也壓著 那請問這是什麼型態 目前還是這個三生無奈的型態嘛 所以你要等它 第一個條件把缺口封了 第二個條件怎樣 把五日十日二十日全部站上 變成三洋太太 那就是兩個條件都滿足 這時候我就認為 因為我們上次交過很多次了 我們禮拜二次拿那個圖出來 我說每一次台積電 只要可以三洋太太 就會有或大或小不一樣的漲幅 對不對 不見得要大噴 但它也許是一個反彈 所以三洋太太你要特別注意 我們一直在等台積電 我們一直在等一個訊號 不是等一個人喔 不是等一個人喔 好 是等一個訊號 好 你是不是在等一個人 對 你等到嗎 還沒 小編還沒等到那一個人 如果你想要報名那一個人 麻煩自己私訊 王董的大團粉絲團 遞上自己的身高照片 好不好 那它可以等 你可以跟它一起等那個人 好不好 那如果是台積電 它不是等一個人 它還等一個現象 那個叫三洋開太 請說 其實等一個人 它是缺口的電影主題 缺口是等一個人的電影主題曲 所以我現在講到等一個人 我是不是又可以唱歌 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冷靜冷靜 那觀眾就想說 怎麼搞半天還是可以再連到缺口 台股已經被封兩個缺口 你怎麼還是再可以唱缺口 不唱 今天不唱 祝福大家 第三個缺口被封閉 不唱 好不好 再來看聯電 聯電 所以上面這個缺口 當時告訴大家 跌破之後 跌破之後我們就轉弱 我們說一定要封閉才轉強 這根長焰告訴大家 已經跌破所有的軍線 變什麼三勝無奈 砰 那下來 今天已經 今天有個跳空 久違的出現一個跳空 這個叫多方缺口 多方缺口下面 五日十日二十日軍線 全部站上 這什麼形態 三洋開太 這個叫三勝無奈 就崩下去 這邊叫三洋開太 唉唷 還帶一個缺口 所以短期 只要不封閉這個缺口 都還可以趨於再往上走 還可以再往上反彈 那就算把缺口封閉 下面五日十日二十日的軍線 只要守住 它仍舊是一個什麼樣的形態 三洋開太 所以不管怎麼看 聯電短期的反彈 是可期的 是可以期待的 好 再來看一下籌碼面的部分 我們講台積電看外資 看傳統型的融資 傳統型的融資 過去幾天還在增加 那你就看今天大漲上來之後 融資有沒有退 如果未來都開始退了 那也許台積電 要變成三洋開太的機會 就比較大 那聯電要看什麼 看外資嗎 不是 看什麼 看投信 你是我忠實觀眾 你聽到爛了 我從來沒有一天跟你講說 聯電看外資吧 沒有 聯電就是看投信 這邊在活躋 你看誰在賣 投信 投信 大賣 最近聯電 為什麼可以比台積電更強 還走出一個小反彈的走勢 還站上越軍線了 因為誰在買 投信 聯買什麼 死聯 那這個圖有沒有印證我以前講的 你看我以前講的是 當然老王會有看錯的時候 一定有 你們一定有看錯的地方 我都道歉過了 一定有看錯 但是如果我看對的地方 也都是可以得到做印證的 這樣聯電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看聯電 投信我們繼續買 聯電看投信我們繼續買 對 這樣會 世界 還沒有三陽開泰 還沒有三陽開泰 然後這幾天都橫在這 聯電可以走出來 創下一個短期新高 反彈上來 為什麼世界卡在這裡 投信不是也在買嗎 為什麼世界還卡在這裡 這邊還有個缺口還沒封閉 為什麼 大家會不會這樣的問題 憑什麼 我們常講 你如果買這個 航運 上禮 我禮拜二講這個大家心有77N 對 我說你面板股 你買到彩晶 等同於貨櫃航運的萬海 對 貨櫃航運的萬海 就等同於彩晶 好 彩晶獲利也沒比其他兩檔差 結果股價就動不了 對不對 群眾已經噴到天上 他還在那 我們禮拜二剛講過 萬海也是 看著陽明 萬海在地板 對不對 如果你晶圓代工 三雄就是三雄就好 你選到世界先進 前一波聯電 台積電在飆 完全沒有世界先進的份 所以這三家 如果來 各位觀眾 再做個調查 好 我上次說你有買彩晶還有買萬海的舉手 就一堆人 一堆人 我今天在做最後一個調查 我看你是不是那麼衰的 你如果這麼衰的 你如果這麼衰的 麻煩你留言 你留言 你留言 不行 我如果說要抽獎 全部人都冒你 不要我們講發正良心的 發自的 內心的 就是讓我們了解 到底有多少人這麼衰 如果你剛好 世界有買 就一起買的 彩晶你有買 前後大概幾個禮拜可以接受 比如說 那你不可能同時買 比如說我就是這麼衰 金融代工 我就跳到世界 那那個 定番我就跳到彩晶 航運 我更衰 我跳萬海 如果你同時都買進這三檔的 或是先後買進這三檔的 麻煩打加一 麻煩在我們聊天室打加一 或者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 我會給你什麼 遙遠的關心 遙遠的關心 我希望可以分一點好運給你 因為 真的 我們運氣比較好 分一點點給你 好不好 讓你不要那麼衰 來 每次都選到 貨櫃航運的萬海 對不對 每次都選到 面板的財經 不要這樣 讓你一點好運 下次你一挑 面板就挑到 尋創這種的 那貨櫃航 一挑就挑 還要揚明 長榮不強 長榮前高就下來了 揚明才是有過高的 對不對 一樣同一個族群 那也差 就是為什麼老王常跟你講 你交募老王的這個會員 都可以訓練你怎麼去挑股票嗎 我在五報當中會告訴你 哪幾檔股票是指標股嗎 哪幾檔股票是強勢股嗎 那你買強勢股買主流股 就比較輕鬆 你可以看老王推薦給會員的股票 都是那個族群裡面相對強的 彩晶例外 我呸 沒有開玩笑 彩晶例外 彩晶例外 我那個呸是呸我自己 我自己怎麼都爛 小編來呸我一下 呸 對 我這選股真的呸 有夠爛 這邊選到彩晶 除了有彩晶之外 散裝航運 我們之前是不是推薦會員買四維行 是不是最強的 最強的 之前我們貨櫃航運有買 最早前我們買陽明嘛 對不對 也是最強的 就彩晶 啊 我買到彩晶這是我能珍重的污點 哈哈 扶不起的阿斗 是嗎 不行不行 我是說彩晶啊 你說 你說我扶不起的阿斗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加法 好好好 冷靜冷靜冷靜 好 那為什麼投信買超世界先進站不上去 投信 世界先進是看投信的嗎 不是 各位觀眾 世界先進看誰啊 外資 外資 我不是今天才講耶 不用看VCR吧 講很多次了吧 晶圓代工三雄 台積電跟世界看外資 只有聯電看投信 是不是講很多次 對 因為外資這樣賣嘛 所以你要期待外資回來嘛 如果你有買世界先進的 你就期待外資回來 你的股價就會動了 這樣清楚嗎 有沒有做一個印證 有沒有做一個印證 有做一個印證嗎 所以你看老王之前講的 對晶圓代工這些的分析啊 其實都很值得你去做反覆的印證 好董哥那IC載版三雄其中景碩今天表現很強勢 可以幫我們分析一下這個族群嗎 好 來看一下IC載版族群 藍電一直這族群最強勢的 不用講藍電是最強的 這指標股當中的指標股 就一路往上 那他 這邊喔 你看一下投信買啊 一下外資買 一下投信賣 一下外資賣 等於說這個籌碼你看買賣賣賣喔 所以他這邊月均線 他就月均線撐了很久撐了很久 那最近有稍微一點抬頭為什麼 因為投信外資都有回來嘛 可是各位觀眾你們發現奇怪的地方 欸 外資買個兩天又賣 買了兩天又賣 投信也是買三天賣一天 買一天又賣一天 你們發現 有 所以你覺得你們看這個線圖就好了 各位觀眾你覺得藍電的走勢圖乾不乾脆 不乾脆 沒有人會覺得這樣的走勢圖叫乾脆吧 讓我 讓我跟你介紹什麼叫乾脆好嗎 你去看看印太跟普城的走勢 那個就叫乾脆 這個叫做不乾不脆 對 對不對 你不要看這長黑喔 早上是大漲的喔 收盤變這樣 早上去追 收盤掛掉 然後你把它砍了 因為覺得哇 上影線有夠醜的 哇那死定了對不對 哇 隔天又漲上來了 漲上來了 發生什麼事 那是不是 紅K收復了長上影線 這個叫另外一種吞噬 紅K吞黑的 隔天回去追 砰 開高走低 昨天你收盤你已經喪失人生 你已經絕望的時候 今天又上去了 你說這種叫乾脆 不乾脆 完全是不乾不脆 對 他這種股票操作你就會 你就要怎樣 你就是不太適合短線衝來衝去啦 因為你就知道他很 外資投信買買賣賣 那他線圖也是這樣 所以這種情況 要嘛就遇到投信 投信開始連續買超 或是外資開始連續買超 這樣的情況 他才會走得比較安穩 這樣懂嗎 你這個時候才可以 比如說連續買超 你才可以比較積極一點追 如果沒有的話 買買賣賣 你要用比較長線的角度來看 像是月均線是他一個波段支撐 這樣會不會 那他重點在於 他的這幾天 已經在試圖 嘗試突破這個叫什麼 前高壓力 那他昨天突破 因為昨 你要想齁 第一天碰到的時候 為什麼要上影線 因為壓力尊重嘛 對不對 第二天再站上去 隔天為什麼會大漲 因為大家想說站上去 隔天再追 哇 又被殺下來 一副又要掛了 今天又站上去了 所以現在到底是站穩 還是沒站穩 現在是到底站穩還是沒站穩 你不好判斷 要上不上要下不下的 這個時候就按照我老王 我教你的 你還記得我們禮拜二教什麼嗎 或是過去我們教過 這種前高突破頂線的形態 我們就以短線支撐來當作 他到底是不是一個真假突破的參考 對不對 之前的低論 之前的not fresh是不是這樣 所以目前看到短期之前有五日跟十日 那也因為兩個很靠近的 所以這種情況就建議 就跟貴買市場一樣啊 對不對 我們在講貴買到底要不要突破前高的時候 告訴大家看短期均線 本來是看五日嘛 那十日上來的很快就改看十日嘛 就這樣兩條短期均線 所以在藍電也是一樣 他在這邊震盪 你就觀察五日跟十日 只要可以守住 我們就可以給他突破 一不斷去嘗試突破前高的機會 那麼我們也不會判斷他是突破失敗 你就不用太過緊張 你聽得懂的意思嗎 這樣會不會看 所以藍電短期又看這個頸線 尤其是下面的兩條短期支撐 守住都還有機會再往上 只是你要有耐心 這樣很清楚喔 再來看一下緊縮 緊縮前高這個地方 那今天漲上來算是落後補漲 跟上藍電嘛 可是他過高了沒有 還沒 還記得這個禮拜二嗎 還是更早之前 上禮拜的時候 我們說這個長榮不是一根漲停上來嗎 長榮漲停上來大家也很興奮啊 結果長榮一打到前高壓力就過不去了嗎 是不是就回檔震盪了 還收了長黑嗎 所以這個地方一樣啊 他過高了沒有 還沒 明天一定 下禮拜一很多數的機會會開高嘛 開高你就要看很多人站穩這個嘛 對不對 開高你要去追的你就要小心嘛 這本來就抉擇嘛 我這邊在這裡整理喔 人家今天剛突破 剛突破孔上的時候你不買 然後你禮拜一在開高上去 拆到這裡來你又要追 那你的空間你的停損本來就比人家大很多嘛 這個是你個人要取捨的 那如果以我在一個觀察分析 我跟你講就是 禮拜一的觀察就在這個前高 能不能站穩 長榮那時候打到前高壓力突破的時候 去追的人到現在還在套牢嘛 沒錯 可是如果你買在相對低點的人 是不是還在賺錢 你就放著讓他正嘛 因為看短期的均線嘛 這樣懂嗎 所以景碩下禮拜一 前高是個重點喔 那我一過頭來看 誰在買 頭信 我是講過IC宅版族群喔 像這個景碩跟星星喔 主要觀察都看誰 頭信 過去藍店也看頭信 可是我後來跟大家更正喔 我說最近頭信的力量沒有大 那外資呢會佔比較大的聯動嘛 所以目前就看景碩跟星星 都還是以頭信為主啦 就整個IC宅版族群 除了藍店暫時的例外 其他都還是看頭信 這過去講過很多次 你可以發現頭信的買超 都是他強勢的來源嘛 有沒有 頭信買超就往上漲 頭信賣超就往下跌嘛 有沒有 所以接下來 能不能把這個錢高站穩的一個重要的關鍵 看誰 頭信 那以同樣的邏輯 同樣的理論 你再回來看星星 你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不漲嘛 一個藍店已經創新高 一個景碩已經要來碰錢高 結果星星還在這 不難理解嘛 因為誰誰誰 頭信在幹嘛 買超 這樣會不會 所以啊 星星要能夠真的走出一波比較大的漲幅 頭信回來買超重不重要 重要 那同時呢 他是不是跌破五日十日二十日六十日 全部都跌破 你也要期待他能夠一根長紅站上來 扭轉所有的軍線 那變成什麼 四海遊龍 搭配喔 籌碼面頭信要進來 這樣的漂亮 這樣的籌碼面搭配技術面 就是比較漂亮 那星星就有機會出現反彈啊 好 生技族群 之前董哥有說過要突破大量高點才會再來一波 看起來真的是這個樣子 好 生技喔 也是前一陣子講了 大概一兩個禮拜沒講 那生技當時我們只拿三檔股票做舉例嘛 對 你們還有沒有印象 我們拿這個核一 台康生技 跟高端疫苗 就是這三檔嘛 為什麼我拿這三檔 因為這三檔 是當時最標的三檔 然後同時都爆出了大量 你們有沒有印象 我們帶大家回溯 把刑警回溯回來一下 沒那麼健忘 你們這麼健忘 我下次要業配銀杏的產品 好不好 我下次真的要業配 你們如果你們這麼健忘的話 就是三檔嘛 對 那我們告訴大家 生技股高檔爆大量 你要怎麼去觀察嗎 比如說守住大量低一點 OK可以反彈 但是你要大漲 要繼續往上多頭 要把大量的高點怎樣 突破 代表那一天套的人都怎樣 解套 所以回過頭來看台康生技 他不是守住低點嗎 然後反彈上去 這邊不就開始突破嗎 突破之後你看他有沒有守住大量高點 有 一直震盪 但是都守住嘛 大量位置在這裡 大量收藏可以在這裡嘛 你要記得當時我們舉例 台康合一高端業療 通通都是有長黑爆量的情況 他站上去了嘛 對 後來台康生技 最近不是有利多嗎 對不對 什麼臨床實驗的利多啊 噴出去嘛 你看他在這個區間 大量高點上院震盪多久 你要有耐心嗎 因為他沒跌破嘛 就往上嘛 有沒有 這個例子我們在很多股票當中看過了 站上大量高點的股票 就是會很強勢嘛 對不對 就往上 那你再來看高端疫苗 是不是也是一根長黑也爆量 有沒有 出量然後也長黑 他這邊跌破 所以他一直在整理嘛 後來站上大量低點了有沒有 我們說站上大量低點代表有機會 反彈嘛 還沒有要轉牆嘛 那反彈他往哪邊反彈 往大量的高點去挑戰嘛 去消化賣壓嘛 他就彈彈彈彈彈彈彈 往上來挑戰這個 結果呢 用一個跳空缺口 突破了 區間高點 大量高點終於突破了 那當然就短線短牆了 台康生技是不是守半天都守住這個大量高點 長黑的高點 那現在的高端疫苗不是也很簡單嗎 就是看能不能守在這個大量高點位置 這樣有簡單嗎 他只要一直守住 那也許都還有機會再來讓你解套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如果把大量高點再跌回去了 那個突破就會變得有點突破失敗 或是假突破 這樣清楚嗎 再來看一下另外一檔 核一 當時舉例做分析的三檔 我們會員都沒有 都純粹做分析喔 那核一高端疫苗跟台康生技 台康生技在這裡啦 在很遠鏡頭外了啦 高端疫苗在這裡啦 剛突破前高嗎在這裡啦 核一在這裡 因為你不要說 爆大量在這個地方嘛 你不要說他爆大量的高點沒過啦 他連爆大量的低點有沒有站上 沒有 連爆大量的低點都沒站上 當然就很弱啊 所以簡單 假設當時喔 我們回想一件事情喔 當時假設都爆出了波段的大量 波段大量對不對 那三檔股票給你去選擇 各位觀眾 這是一個問題喔 當時就是三檔最標 而且從通通一起都出現爆大量 漲停打開 讓你選一檔去買 你如果把老王教你的方法 這以前就教過了嘛 我就教你看到大量嘛 我以前就教過了 你去選一檔嘛 你再怎麼選都不會選這個 沒有站上大量低點的嘛 那你隨便選 應該都還是可以讓你有賺錢 自己去做短線進出嗎 那反規來說 合一啊 你對他有興趣的 什麼時候他會出現比較明顯的反彈 把大量低點站回去嘛 人家高端不就站回大量低點 你看 不斷測試大量低點就上去了 有沒有 這個站上大量低點 守住大量低點就一路往上了 有沒有 這樣 會不會做判斷 會啦 好董哥 IC設計的驅動IC族群 這個禮拜就沒有上週表現那麼強勢了 不過董哥 你之前有提到的電源IC族群 這幾天就蠻強的 你講得很對齁 這禮拜的驅動IC就沒那麼強了嘛 上次上禮拜五 你們還在跟我要賭 要賭雞排 連長五天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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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五根就總是十根耶 對 對 喔 驅動IC 欸 怎麼在動了 合理 一個高檔也爆出了什麼 大量 金龍這個我們拿出來做過舉例了喔 對不對 那你看啊 我們舉例他多少次了 我的舞報 我的粉絲團也舉例他多少次了 他就真的就在大量的低點跟高點這樣 做區間 你會判斷了齁 大量的低點如果跌破就拜拜 現在換歌了 我們現在拜拜換歌了 叫什麼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對不對 好 大家有這一趴可能 I'm so cool 好不好 有沒有 有 下去就Say Goodbye 如果我們要突破高點 整理結束 準備再攻 聽好了齁 大量有沒有 重點 就很好判斷 這舉例很多次 蹲態 爆大量對不對 低點 回檔下來低點有沒有守住 有 所以他再反彈上去 合理嘛 大量低點守住還沒掛 還沒Say Goodbye 那蹲態其實你還從另外一個角度 因為你記得嗎 我們上次講驅動IC是兩個禮拜前對不對 兩個禮拜前 兩個禮拜前禮拜五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在講說 我在我的五報給我的一班全體會員 介紹了四個IC設計漲價族群 MCU MOSFET 驅動IC 還有一個電源管理IC 這是四大族群 對 那我們當天那個直播禮拜五只講了兩個 就是驅動IC 跟什麼 電源管理IC 我們說驅動IC整體族群都創高 轉強了 要往上了 那電源管理IC則是多空分期 有翻多的個股 也有還在整理的 有沒有印象 那當時我們告訴大家 敦泰這樣股票 我說他跟誰最聯動 你們還有記得嗎 當時我說 我說他跟投信最聯動 有沒有 我在我的五報也這樣寫 那投信聯動股票 要請問看哪條均線 十日均線 當然我跟大家講 驅動IC我上次教過大家 我上次教過說這種強勢這種標股 驅動IC 不管是敦泰、金鴻、天鈺還是浦城 如果你是操作短線的 短線都看哪條均線 你就可以自己停立 哪條均線 五日 我說做短線就看五日 遇到這種標股的時候 對不對 我是說兩個方式 我會員知道兩種方式 但是如果一般觀眾 你就看五日均線 所以說短線的都看五日 都看五日 但是如果你要做波段的 像這種 敦泰他是投信買超股票 那波段支撐 我講過 你是我的鐵粉的 我過去幾年 只要投信買超股票 都叫你看哪條均線 十日均線 這個我答錯 絕對不是鐵粉 投信看十日均線 這是老王的秘密 對 全世界都知道的秘密 這個邏輯有沒有很奇怪 老王的秘密 但全世界都知道 不管了 反正就看十日均線 你們聽到爛了 他不就打到十日均線就做反彈嗎 對 所以未來的敦泰 短線 不 波段上面來看的話 就看十日均線 如果一旦跌破十日均線 那代表什麼意思 那就真的結束這一波的強漲了 就不只是短線 你看短線跌破五日均線就震盪了 對 來到波段支撐反彈 萬一再把波段支撐給跌破 那就結束了 就是say goodbye 真的要進入一個比較長時間的修正 整理 這樣聽得清楚 所以波段的人 繼續看十日均線 那當然如果短線操作的人 你看五日 現在跟你沒關係的 這也OK 本來短線跟波段本來就是不一樣的 持有時間的差別 我們在禮拜二的影片才剛做過介紹 新法上的介紹 大家都說不錯 有空我們就多講 好不好 所以這樣聽得懂 如果你還在車上的 或是本來就要爆波段了 你就去看十日均線 OK 再來 天域 天域 這邊誰在買 頭線 而且是大買喔 都買一兩千張的喔 不就是也跟著十日均線走就好 因為天域比較沒有爆大量的問題 好像不像前面敦泰跟金鴻有爆大量 天域比較沒有 所以這就沿著十日均線 十日均線一直守住 終究有機會來怎樣 過高 如果跌破咧 這個波段就告一段落 這樣很輕鬆 再來看浦城 浦城 還記得我們那時候兩個禮拜前 我們說那為什麼 浦城的多方支撐是在哪裡 十日均線嗎 波段支撐嘛 守住就多方去世 所以現在又來到十日均線了 所以他還沒死 波段來說 短線當然看五日均線 我們的會員 按照我的操作的SOP 看五日均線 還有這個爆量 還有這個爆大量出場 都已經全部出場了 我們的會員 基本上按照我的SOP 都沒有股票了 我先講 但是我要跟台詞 有的人講說 如果你或是還想做波段的人說 他的波段支撐就是看十日均線 那這個時候會有個問題出現 我們又要心理學一下 講一下心法了 老王啊 這個我是要波段的人看十日均線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來到十日均線附近了 我能不能去買他 敦泰來到十日均線 昨天我可不可以去買他 我先跟你講 如果你做很短線的 就進去就要隔兩天 有漲上來反彈就要賣的 那我覺得沒差 可是如果你是一個比較 沒辦法很短線進出的 守不長的 然後又是一個正常的投資人 沒有太過積極的投資人 我不認為你在這種情況 他守住十日均線 你還要急著進來買他 如果你曾經擁有過這一段了 你看到五六均線你也出了 那就表示你想做短線嘛 那就你就不用再急著回來 再看這個波段支撐這個十日均線了 為什麼 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他普成從這邊長到這邊已經一段 這邊碰到時間再給你長一段 你的意思是他從這邊要再長一段 50% 50%再50% 說實在難啊 但也許有可能發生 因為他腰股 但我認為我們就主觀看很多股票 他是比較難的啦 你說天譽喔 要再長 要再長 如果他在50%要長多少 150塊耶 有比較難吧 這樣比較快吧 他已經長這裡長到這樣 蹲太長這樣 你說這邊好像在長這樣 比較難吧 所以就實務操作 我們今天再來跟你講心法 如果是用股票老王就不會去碰 那老王你不會去碰 為什麼你要跟我們講說是波段支撐 因為有些人還在車上啊 有些人週期坐比較長的啊 他不看五日這樣短來跑來跑去的 他就看一個十日的嘛 過去很多投信買超股票 沿著十日不就一路往上噴嗎 對 所以像這種股票 你還在車上你就繼續去抱 你也不用太預設立場 因為你就看十日 如果你是空手的 我是就 你是空手的 我下禮拜我如果老王要推薦或你去買股票 這個就不會是我的首選了嘛 即便我知道 小編也知道 他守住十字軍縣有沒有機會創高 有 因為他波段支撐守著嘛 對 但是你要去衡量你的風暴比 你的風險跟你的報酬的比例 值不值得你去在這個高檔去操作它 這樣清楚嗎 好 好 那這個就是 這個驅動IC的部分 那我們 上禮拜有提到這個 茂達 不是上 兩個禮拜前 我們提到這個電源管理IC 我說他也是個漲價族群嘛 當時我們分析四檔股票 茂達 CDKY 通家 還有什麼 智興 對不對 那我們告訴大家 因為他的股王 也就是IC世界股王 6415的CDKY 沒有突破預金線 沒有翻多 所以怎樣 這個族群就沒辦法整體 全面噴發 他就會是一個個股表現 有沒有 有 那我特別呢 把當天 當天我們分析 茂達跟通家的這個影片 來做個VCR 請看 茂達電源管理IC的嘛 去年我就有講到漲價了 你看 漲下去 你有發現我要弄一條 軍線給你 這條叫十日軍線 你有沒有覺得為什麼 各位觀眾你有沒有覺得 為什麼這裡要放一條十日軍線 他投信買超嘛 投信買超 你要看哪條軍線 十日軍線 神奇喔 神奇喔 神奇 投信買超看十日軍線 這個事情 全市場就我在講喔 我發明的喔 我很多投信的朋友 還在問我喔 欸 哈囉老王 你可以跟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 我們要聽你的看十日軍線 為什麼 為什麼 不知道 不能講 神秘 講太多了就沒有用了 大家早就知道 投信買超看十日軍線 怎麼會 欸這麼剛好就上去了 真的 啊投信還在買 所以未來看哪條軍線 十日軍線 通家 也是這個 那個電源管理IC的喔 前面有標一波了喔 拉回 所有軍線都糾結 這個叫什麼 四骸 游龍 那前面的上引線壓力 又比較高一點 所以他可能 反彈之後會先來挑戰這個 上引線壓力 看能不能過再往上走啦 可是就至少短線 就是一個短線 多方反彈的趨勢嘛 嘿 有嗎 VCR 剛剛好就兩個禮拜前 講到茂達 我請大家看什麼 我說茂達有投信在買超 請問看哪條軍線 十日軍線 你看真的很好用欸 他打出十日軍線就往上喔 他說老王 可是投信最近在賣超啊 對啊 投信在賣超啊 可是你還持有的 他的手速軍線 你不用亂賣嘛 我們講過 投信的買超跟賣超 讓你當作參考 可是你重要的 進出場 請問你要依據哪什麼 技術面 我是這樣教的 你要是要看軍線嘛 所以他竟然守著 你就不用太擔心嘛 那就再往上了 是不是看十日軍線 剛才VCR 是不是這樣講的 有沒有印證 再來看 通江 欸當時 兩個禮拜前在哪 小朋友兩個禮拜前在哪 各位觀眾 在這個地方啊 兩個禮拜前自己推啊 兩個禮拜前禮拜五啊 那我們是說他站上所有軍線 有機會反彈嗎 把這個前面這個高頂壓力給他突破嗎 對不對 然後震盪這樣 有沒有一根長龍把前面壓力給突破 有 請問這個糾結這麼多的軍線站上去 這個叫什麼 四海猶龍 三洋開胎 有沒有跟我VCR當時講的一樣 有 那這兩個是不是算是 電源管理IC裡面比較強勢的個股 對 對吧 那比較弱勢的 我們現在看通江怎麼看 再幫大家細節通江 通江 如果你在那邊 你當時有看到直播的 你自己覺得這檔股票也不錯 然後你就自己有去買的 你現在怎麼看 漲上來之後呢 昨天爆了一個波段最大量 爆了3萬張的大量 3萬張的大量 爆大量你會看了吧 就看大量的低點 跌破就是 短線轉落了 你要小心要先跑了 如果是波段來看 短線來看 這個看均線的部分 就看五日均線 這種標股噴出去往上的 直接看五日均線就好了 五日均線跌破 你就看大量低點 如果大量低點跟五日均線都跌破 那就代表怎樣 短線的機長 告一段落 這樣會不會看 會哪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CDKY 古王 IC世界古王 那他也是什麼 也是這個 電腦管理IC的古王 上兩個禮拜前 告訴大家要突破欲均線 才能翻多嗎 對 有沒有突破 沒有 所以他這個禮拜要破底了 有沒有 現在反彈上來了 怎麼看 一樣嘛 上兩個禮拜前 告訴你要看越均線 這次也是看越均線啊 你一定要等他突破越均線嘛 因為這邊跌破越均線要轉弱嘛 你要等他站上去才會轉強嘛 對 籌碼要看誰 外資持有CDKY的總占比超過93% 總占比超過93% 請問你要看誰 外資 他有93% 籌碼耶 你不看他你要看什麼 你要看另外7%的 當然不是嘛 你要看大象嘛 大象就是外資 這一波的回檔請問外資是不是 幾乎都是站在賣超 對 一賣就是連賣 有沒有 那你說最近為什麼CD快這幾天可以反彈上來 這幾天可以反彈上來 因為外資回來買了嘛 所以接下來如果你看到他突破越均線 外資又重新回來買 那短線是不是就有機會 怎樣 翻多反彈 好 那再看一下四星 我記得我兩個禮拜前跟大家講 至今這樣的股票會比較 比較黏一點 為什麼 因為你看 這裡嗎 這裡有一個 還有沒有印象 兩個禮拜前還有沒有印象 這裡是不是波段大量 套牢 這根套牢多少人 到現在還在套 那他這裡是不是形成很 壓力很大的套牢區 那你要等他突破這邊是不是會比較辛苦 對 這樣 懂嗎 以上 繼續幫大家追蹤這個 電源管理IC的部分 董哥我可以問一個實事題嗎 其實說 南訪到底在強幾點的 唉唷 這個問法有點不開心 到底在強幾點 你說這種老牌的紡織股對不對 現在也沒有資產題材讓他炒啊 以前就動動台幣生子的時候就要炒南訪 因為他有資產題材 現在也沒有啊 那到底最近 因為最近台幣是扁的嘛 那到底南訪在長什麼 然後再搶幾點的啊 對 你要尊重 南訪成交量很大 人家很多人在買 我們看一下南訪 今天成交幾張 11萬張 人家有眼光 好不好 為什麼有眼光 為什麼南訪或今天很多 你有發現今天巨子纖維很多在漲 對 內化學纖維的很多在漲 為什麼 因為就跟最近新聞炒的 這兩天新聞炒的很大新聞有關係啊 就是很多的國際品牌 包括H&M Nike Adidas 全面禁用這個什麼制裁這個新疆的棉花嘛 他們拒絕使用新疆棉花嘛對不對 那結果呢 中國的網友就爆炸了 反過來呢 全面禁止使用這些歐美貨 或是什麼H&M啊 然後什麼Nike啊 Adidas 都不用 這是最近網路上很看見的話題 我想各位觀眾你也知道 這裡面牽涉到很多國際政治的角力 包括藝人表不表態 那個都是政治面的事 我們這台不是政論台 我們就不講那個 我們但就財經角度來發現裡面 到底為什麼今天盤勢跟這個有關係 你知道哪裡有關係嗎 你有發現大家會想說 大家原本大家會想說 如果很多國家都開始 很多品牌大廠都禁用這些 禁用新疆棉 拒用新疆棉花的話 那會造成怎樣 造成棉花的市場搞不好會 會怎樣 會大漲喔 為什麼 因為有很大的供給不見了嘛 物以稀為貴嘛 那棉花價格照理說應該是要漲的 我想跟你講 去年 去年剛開始傳出很多品牌廠 要禁用棉花 要禁用新疆棉花的時候 的確棉花是一路往上漲的 可是你看最近喔 這兩天喔 新聞炒得很熱喔 開始大家 哇炒得這個 你看看每一台新聞台都在講這個 新疆棉花市 你應該知道小便 棉花是大跌的喔 美國的棉花期貨是中錯的喔 還大跌4%多喔 為什麼 10萬個為什麼 為什麼 奇怪 為什麼 很簡單啊 現在中國喊出了什麼口號 新疆棉花不夠我們自己用耶 以後你們不用是不是 那你們都不要用 我們自己用 中國廠商 就用中國的棉花 他們現在不是大家選命戰嗎 就用我們新疆的棉花 新疆棉花就是好 就讚 就棒 對不對 這樣造成什麼現象 原本中國都還要去跟美國進口喔 美國棉花是要進口到中國去 美國棉花是要出口到中國去的喔 現在中國不爽了 怎樣 我就要用我的新疆棉花 誰稀罕用你的美國棉花 這個時候 所以你看最近喔 棉花喔 中國從 這個美國進口棉花數量是大減的 那麼你要知道喔 美國棉花出口最大的對象是誰 就是出出到中國喔 所以會不會打架 所以 所以你說哇 完了 中國跟我美國買的這個棉花 產量 美國棉花的這個量大減 對 哇 那價格會怎樣 嚇掉 對嘛 對不對 因為來自於中國的需求大減嘛 因為中國他自己要用他自己的新疆棉花嘛 就是這樣嘛 所以你最近看棉花價格是大跌的喔 棉花價格大跌 之前南訪漲有人說是棉花價格漲 現在棉花價格大跌 南訪這兩天怎麼那麼強 因為你要注意 當很多品牌廠商聚用這個新疆棉花的時候 那現在兩邊又吵得越來越 網友又起來 但兩邊激烈爭執的時候對不對 那排斥的情感會不會出來 會 那這時候怎麼辦 很多的品牌廠喔 你被迫 或是根本你就不能再選擇中國的廠商了 中國的棉房廠了 來幫你做代工 來幫你拿原料 就不行了你知道嗎 那其他非中國的棉房廠就有機會怎樣 受惠嘛 因為我不能用你的了嘛 我不能用中國的嘛 我就轉去其他的嘛 那我們的南訪 我們南訪最主要的棉花都是來自 原料都來自哪裡你知道嗎 美國 第二的是什麼 印度 所以OK的 所以他有沒有 我其他品牌廠我不用 我不用這個新疆棉花嘛 你南訪你的原料你這個棉花是什麼 是美國來的嗎 我不OK OK 就是這樣 所以他就會有所謂的什麼 轉單效應嘛 你完全這個邏輯就懂了 再來 還有一個重點喔 還沒講完喔 如果今天這些品牌廠 大廠 沒辦法使用這個所謂的新疆棉花 甚至很多中國棉方廠也沒辦法配合了 哇 棉花開始有短缺的情況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替代品 過去長期我們棉花有的替代品就是什麼 就類化學纖維嘛 所謂的聚子棉嘛 有沒有 聚子棉啊 就化學纖維啊 化學棉花 化學纖維啦 化學纖維 這個就可以當替代品啊 我不用真的天然棉花嘛 聚子纖維嘛 聚子棉 聚子絲 你們有沒有聽過 就是化學的纖維啦 化學的 講化學棉花有點怪 反正這不是天然的棉花嘛 你懂我意思嗎 這樣是不是體態品 而且我跟你講 這些類化學纖維 聚子棉啊 都還比真正的棉花便宜 對不對 那有沒有替代效應 有啊 不用棉花 就不用啊 那我就改用這種 聚子棉啊 化學纖維啊 可不可以 對 這樣懂了 那藍坊啊 就是我們聚子棉的大腸 噴起來了 噴起來了 了解嗎 就是在找這個 你聽我嗎 你知道人家搶幾點了 對 好 要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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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道在漲什麼 你懂一些知識 就懂一些產業面這樣而已 產業面的連動而已 那漲上來怎麼看 他當然就是 這邊長虹突破前面的高點壓力嘛 突破之後震盪手術就鋸在往上噴嘛 他不就是一個標準的突破前高型態嗎 記好這個型態喔 對不對 南方喔 突破前高型態 那往上去怎麼漲 你就看十字均線 因為過去這邊一路漲漲漲 漲到這邊十字均線做個支撐 然後再往上漲 所以短線來看 他的短期均線就看十字均線 他不用去看五日 他就看十字均線 因為他是船產 走的比較緩一點 所以就看十字均線 這樣也好嗎 我不建議你去追了 但是我說如果你還在車上的 你還在船上的 你還在棉花上面的 你就看十字均線 了解嗎 真正你應該追 應該在這跟長虹上去吧 長虹不是突破嗎 不是說你要在突破第一時間買嗎 而不是人家突破 突破的地方在哪 在這 現在在做 等幅測距線這樣 你還要撩 而且 他這兩天大廠是來自於短線的題材的刺激 請問你有看到真的轉單了沒 我剛才講的那些都是邏輯上可行的事情 邏輯上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但實際上發生了沒 不知道 都是題材利多 好 OK 好 那今天另外一檔很強 叫星籤 星籤也是啊 巨子棉啊 巨子絲啊 星籤也是啊 我們還有很多啦 莉莉 有沒有 我不是在講那個莉莉喔 我是在講1444的莉莉 好不是那個莉莉 對 不是那個小鎮莉莉 是莉莉 還有很多 東河啦 我是簡單舉例 自己Google就有了啦 一堆中仙啦 對不對 就是巨子棉巨子絲的 很多 那今天都大漲嗎 可是你有發現有些都開高走低喔 莉莉跟中仙好像就是喔 很多都開高走低喔 因為他是題材面嘛 題材面到底能不能走多遠走多長 就要看這一檔 指標股就要看他 看他 不是看南方 因為南方長太多了 短期發動是他 看他就好 他關鍵喔 他是來到前高壓力 尖突破 那他這個型態是不是剛好就跟這個 南方一樣 這一根 跟現在這一根有沒有很像 很像 所以未來你觀察這個族群 所謂這個巨子纖維這個族群 類化學纖維這個族群 你就觀察 新鮮有沒有辦法守住這個前高嗎 如果可以站穩 那未來還有沒有高點 有 那這個族群也許還會跟著動 如果猩猩不幸 隔兩天就碰就下來了咧 那就是很 就是單純很短線的題材嘛 對 就短線題材而已啊 你就要小心了 就不要急得最高 這樣懂齁 不過我個人認為 今天早上來了 他是消息面 我覺得你就是觀察看看就好了 好 那貨櫃航運 禮拜二經歷過十級風 十級浪之後 下週風平浪季了嗎 是不是個peace 下週是不是個peace的行情 對於貨櫃航運來說 我今天特別先講萬海 每次萬海都擺最後 就會給人家那種感覺萬海好像特別弱 不就尊重他 萬海粉 我特別尊重你們 所以我今天特別把萬海拉到最前面 我希望流轉萬海粉的萬年命運 好不好 你們再也 不要當墜落的那個貨櫃航運 好不好 我給你們祝福 我每次都給萬海粉祝福啊 我是很棒 很棒 佛喔 按讚按起來 尤其你是萬海粉的 按讚按起來 我沒有忘掉你們啊 今天放第一個獎啊 要不要按讚 一定要按 來 萬海喔 爆了波段大量嘛 那 波段大量就要所大量低點支撐 那我們禮拜二就講了嘛 短期支撐看五日 那波段支撐看十日嘛 那兩條的短期均線剛好都卡在這嘛 所以卡在這個情況下 一樣啊 大量低點這個地方 只要可以守住 目前就看十日啦 因為五日在這 反正你都記得啦 兩條的短期支撐喔 如果都守住的情況下 那大量低點就有救 那如果哪天把兩條短期支撐跌破 大量低點等於也是跌破了 那就怎樣 就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那你要喊停 幫我唱很累 適時的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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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知道路節木節的曲驗這樣 就一開始是比較淡 然後後來又一激昂 到時候你要收尾 如果你剛才你不喊 我們一直這樣一直這樣 什麼收尾 大家都不用睡 一直噴一直噴 蛤 哈哈 好 我等一下會適時的喊這樣 那就這樣嘛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跟他講 這種遇到大 我們是不是在這個 前幾天有教大家爆大量的時候 你就看大量低點 那大量低點跟這個短期均線很近的時候 你就看短期均線 這樣清楚 波段的均線 這個持均線彎彎不能跌破 跌破 那大量低點在這個地方 如果一跌破 會不會航運這一波的反彈 就告一段落 我剛才已經唱完歌了 再看昌隆 昌隆是不是來到這個前高壓力 就過不去嘛 過不去就收黑 很正常的形態嘛 收黑之後呢 是不是也是來測兩條短期均線 一條五日一條十日嘛 短線這邊就看五日有沒有 那五日跌破之後 馬上碰波段的十日嘛 所以你如果做波段的人 你就看十日均線 那你對短線有期待的人 你就看五日均線 這樣很清楚了 這個我們禮拜二就這樣講的 波段就看十日均線 那卡到這個波段均線的位置呢 剛好下面就是什麼 爆大量的低點 這一根長黑是有爆量的 所以大量低點是不是剛好卡在這 短期接下來觀察 萬海分長龍都有爆大量的情況 你就看十日均線 十日均線跟大量低點 大概在同一個水平 這兩個支撐如果一跌破 如果兩個支撐都鎖住 期待反彈 反彈要怎樣才能轉強 剛才我們是看到生技股的例子 看到驅動IC的例子 是不是就要把這個大量的高點給它怎樣 給它突破 才會轉強嘛 目前稍微還有一點距離 所以其實你不用太過興奮 可能短期間震盪整理的機會 在這邊還是比較高 因為你要等它突破大量的高點的話 就代表它把這個前高壓力突破 那就會再來一波 這樣有清楚嗎 有清楚了 再看陽明 陽明就比較漂亮 他早就突破了前高壓力 後衛行業最強的 買到陽明就是很開心 買到萬海也開心 但就是開心不太起來這樣 前高壓力的警線 它就在這邊震盪嘛 我們說這種突破前高的 你看五日 但是因為五日走得很快 所以你可以發現 在這個警線下緣的支撐 變成哪一條均線 10 所以在這個地方 各位觀眾 我們在節目尾聲 做一個小小的筆記 一個makeup 原本我們應該是看五日均線的 這個警線的位置 因為五日均線上揚的速度非常快 這個時候其實你不用看五日均線 這個時候你改看什麼 十日均線 因為十日均線會比較貼近 警線這個位置 就會跟當時的nofresh也一樣 我們提醒大家 華邦殿 旺宏 原本看五日 但因為五日很快上來 所以後來就看十日 十日跌波就轉落 對不對 這也是同樣看法 那如果你是我會員的 我在會員的五報 就已經有提醒大家 要改看十日均線了 以五日跟十日這兩條同時來觀察 因為我們這個直播 禮拜二播一次 禮拜五播一次 會隔比較多天 那比如說 那我有時候沒辦法跟進老王的分析的話 你這樣就加入會員 如果你的能力可能還沒有辦法讓你 在短時間趕快加入會員 那你也可以加入我們的粉絲團 王董的大阪粉絲團去按讚 每天都會有截錄會員的兩段文章 你看久了 看習慣了 你覺得老王講的有道理 事後來驗證準確率也蠻高的 再歡迎你加入我們會員 因為會員不貴 一天可能花不到十塊多一點點 就有五報可以看 CP值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少 比你去買報紙來看 買雜誌來看都超值 因為我們是daily 每天在更新 像這種馬上就告訴大家要看十日均線 那你看十日均線你就不會被洗掉 我們這邊就告訴大家要看 在五報就告訴大家要看十日均線 對不對 那今天順便告訴大家makeout 就我剛才講的 這種情況下五日均線過得太快了 那你如果跌破五日均線 他還是碰到緊線 所以你應該改看什麼 十日均線 所以這樣清楚嗎 整個貨櫃航運 現在就是以一條線為主 不會再有第二條了 就哪一條線 十日均線 這短線最重要的均線 一跌破 那如果一跌破位置 那就等於大量的地點 如果跌破的話就 真的 say goodbye 但是你們看到這根長黑也很長 所以他們都在面臨一個長黑的震盪挑戰 短時間要讓他直接 Blu B轉 難度稍高 但是你讓他震盪震盪慢慢消化 鎖住短節均線 那我覺得會是比較健康的一個方向的走勢 好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結束了 非常感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還想不想聽歌 還想不想聽歌 好啊 他自己在講 網友才沒這樣講 想聽歌的話 我們下禮拜二 直播再見 掰掰 王毅龍老王 吉普會投顧於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下禮拜二 打開 打開 活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